你们看好了啊 假期我妈就给我吃这个 这下没人家摸了吧 假期你又把光屁股的发想 从北京来找他玩 于是 晚上想吃什么呀 给你们做 可以吃泡面吗 平时我妈不让我吃 我妈也不让我吃 行 你们难得建一面 满足你们 我要老谈酸菜的 我要红烧牛肉 行行行 这就是两个口味的牛肉面嘛 咱今天做个真牛肉的 销动的牛腩块 冲洗干净 洗干水分 牛肉面都有大块牛肉 先个面煎到金黄 这样就省得焯水了 而且炖烂 它也不会散 接下来炒糖色 有人说糖色难 不就是放油放糖 全成小火 薄变色吗 然后把结果的牛肉 倒进去翻炒 让糖色活到那里 和牛肉上 再丢香 生抽之类的调味 再加水没过牛肉 香料 在家里有啥放啥 粉朵锅 焖煮一小时 蔬菜 它这个太爽了 老母亲得让他们多吃点菜 肉炖到50分钟的时候 放点盐 最大火收收汁 后面里的红烧牛肉 就做好了 抽冻季节 最适合吃红肉了 而且我在外面吃的 都不如自己炖的 鲜香 软烂 入味 牛肉搞定了 还差酸菜 刚好我一周前 腌了老坛酸菜 好多招牌的老坛酸菜 自己腌起来 特简单 就是冲洗干净 并晾干的芥菜 再用大米多加点水 多搓洗几遍 就用这浓浓的淘米水 来腌 淘米水煮开后 把芥菜放进去 打个管就赶紧捞出来 也就最多10秒 然后就可以装弹了 这菜放的时候 要压实点 再把糖米水放掉后 倒进盘子 放一边的突分处 锁贴就可以吃了 要放泡面里的话 还得切一下 再炒一下 排子吃 就是采椒 再贴辣椒吧 那最后的环节 也得正拿出泡面 正当样子 这个面肯定煮比泡好吃 必须给它们煮一下 煮到半干 赶紧捞出来 然后再加面汤 一至蔬菜薄 青菜给多放点 自制蛋薄 然后大块牛肉 多来点 再来两双卤肉汤 哇 这菜是真红烧牛肉面 还有它发小的 酸菜牛肉面 自制酸菜包 多多的 自制牛肉包 也来多多的 小酒盘的 老台酸菜牛肉面 多多牛肉 下来 你们的泡面好了 产生法不好吃 你那红烧牛肉面 这么大牛肉 好吃 我这也好大块 好过瘾 我们的泡面 果然不一半 酸菜凉好多的 快点吧 精神吃个鲜鸡 这怎么回事 入味 入味 绝绝子 阿姨 这一个面子 不好的 能不能交代我妈 太好吃了